為什麼我會這樣愛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愛我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愛人的心會放在哪裡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愛人的心會肯定會 1,2,3,4,5 1,2,3,4,5 1,2,3,4,5 回落的戀愛 1,2,3,4,5 1,2,3,4,5 看你怎麼猜 為什麼我會這樣愛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愛我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 愛人的心會肯定會 真正都是北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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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正都是北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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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麼 推回來這麼多年 所以我想要專輯 現在是一集 是不是感動還是什麼 心情 OK 覺得非常的興奮 就是不管 發了幾張專輯 每當要發專輯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每一首歌都是我們的 偶心立作 打掉重練大概都有七八次以上 每一首歌 所以一旦作品完成 然後呈現出來 都會非常開心 我們都是一樣 超開心 這次專輯跟這麼多優秀的人合作 當時邀請他們的時候 都是用什麼樣子的戲劇 想說邀請這些人這樣 其實我們都會把音樂 初步的一個demo 就是先傳給他們聽 對 然後讓他們覺得 音樂 是他們喜歡的 然後也適合的 那我們才會進行 來問看看是不是可以一起來合作 這樣子 那邀請這些新的團員加入的事 想說他們會不會拒絕你 呃 目前還沒有 如果我被拒絕的話 也不算是霸凌吧 也不算是霸凌啦 就是對啊 他們都是一口答應的 對對對 就是我最早事先認識 在錄音事先認識 就是霸凌 後來就慢慢的他有介紹了boy 然後介紹了money跟水用 對 然後就一起加入這樣子 那你有給他們什麼程度 讓他們就立刻答應你這樣 呃 就是說要做專輯啊 就是大家一起玩音樂 把好的作品 把好的音樂生出來這樣子 他們完全沒有顧慮就直接加入 對 就一開始其實是因為無敵的關係 我們才會講 因為他那時候就密我們IG 說要不要一起玩音樂啊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哥數用 我們就是想說 連想都沒想 就想說好 就直接了 誰答應 一個金曲獎的機會 金曲團 中間沒有答應說會不會怕吃不飽 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們 我跟水用我們在七八年前就已經來到台北 然後就一直都往音樂 所以其實心裡已經做好準備了 對 所以就還好 不會啦 我不會讓他們沒有吃不飽啦 對對對 不會有這種事 對 他上次有跟之前的團員聯絡嗎 也有 對 就是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有一些創作是共同的嘛 所以有一些版稅啊 或者是一些專輯音樂上面的事情 也是會互相再聯繫一下 然後是聊一下這樣子 但是在發專輯他們沒有給你們什麼祝福 就給你祝福這樣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是 因為之前的團員他們也有一些是有發單曲啊 或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互相關注啦 就在IG臉書上面互相關注這樣